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带我一个家 十分满分 这哥哥打多少分 9.5吧 十分满分 你这弟弟打多少分 5分吧 这辈子如果你要想体体面面地 堂堂正正当个男人 得思考一个问题 怎么好好的当兄弟 这么多年 你就见了六四年 两亲兄弟 为什么跑得这么不勤呢 大概是哥哥以前对自己那么照顾 培养出来一个白蚁狼还是什么 我觉得人可以懂事晚 但你一定得懂事 懂事之后还不能光嘴上懂事 还得感恩 哥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谢谢你来了 共同见证 本栏目由助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 笔质高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赖胺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有关爱儿童成长的笔质高药业 特别赞助播出 来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三位老朋友 心理专家 百叶尼 媒体评论人 石树 主持人 沙娜 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的节目 从小生活在农村里 父母都是务农 再加上有我和哥哥姐姐 三个孩子都在读书 更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后来呢 哥哥姐姐就放弃了 去上大学的机会 到南方去打工 家里所有的负担 都落在了哥哥的身上 后来我们都组建了 各自的家庭 也都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习惯于对哥哥这个依赖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 我还都习惯于向他去 去引导他的帮助 但是始终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过他 或者他的家庭这些事情 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特别是这十几年来 我们也很少见面 也很少对他的生活 而家庭有关心 而更谈不上去照顾 所以说 感觉挺对不住哥哥 掌声有请 贝志仙人 哥哥 谢富川 瞧这肚子 老师好 你好 各位老师 还有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向你道歉的是弟弟 你兄弟姐妹几个 我们兄弟三个 我是老大 还有一个妹妹 最小的是弟弟 他是老三 对 你们相差多大呢 我们相差五岁 你们是来自 山东 山东合作 家里是县城 还是市里 还是农村 家里是农村 其实当时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家庭条件真的是很差 那差到什么程度呢 我上小学那会儿 真的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就说我们山东是吃小麦的嘛 然后就是每年的小麦 从弟弟建下来的小麦就不够吃 还要跑到邻居那里去借 我记得我和我妈拉着板车 去我们邻居 这里借一袋 那里借半袋 然后来年 建了粮食再去还人家 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家靠种地是吧 对 靠种地 你父亲呢 父亲也是种地 而且父母的身体也是常见不好 我母亲呢因为怀我们的时候吧 因为那时候是冬天 我记得 还没出满月 就要去河里给我们洗衣服啊 把那个冰块砸开 很早就落下了一身的风湿 一到冬天 还有阴天下雨啊 那个几个手指 都是弯的 称不直 包括膝盖 父亲呢也是常见患病 在一二年的时候过世了 你这个长子 是不是要在家庭里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上完高中之后 就选择了出去打工 然后去广州 也是基本上为了我们这个家吧 掌声有请 志倩仁弟弟谢富威 你们好 三位嘉宾好 老师妹好 你们俩长得不像吗 现在看着是不是挺像的 他以前瘦的时候还可以 小五岁 对 这哥哥怎么样 哥哥是从小对我都是挺照顾的 10分满分 这哥哥打多少分 9.5吧 10分满分 你这弟弟打多少分 5分吧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你这4.5分到哪去了 好吗 刚才哥哥说 作为长子 他高中之后就没读了 就去打工了 对 你是什么学历 当时我是本科毕业 你那个姐呢 我姐姐是高一 初中毕业之后 高一上了一段时间就不上了 你是最高学历 对 你的学业是哥哥帮衬的吗 对 基本上是哥哥在帮衬 哥哥当年是没考上大学 还是成绩不好 还是怎么的 当时也考上了一所大学 也拿到了通知书 当时我是考的 我们山东的一所音乐学校 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 就说上小学的时候 我自己都可以看着谱子 吹着笛子都可以吹出来 然后一直到初中高中 老师也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包括嗓子也特别好 也就是往这边发展 那最后也是考上了 我比较理想的大学 就是山东锦宁音乐学校 就当时因为这个学费 一年可能要一万多 当时弟弟呢 也在刚刚准备上初中 接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 我感觉家里也是特别犯愁 当时父亲也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要上 我就去借 砸锅卖铁 我都要供你上 当时我就想 弟弟也在读 妹妹也在读 然后为了我一个人 如果说要去上这个大学的话 可能就连累着一个家 更加的会穷的揭不开锅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 出去打工 这事你知道吗 这是我是后来才知道 因为一开始 家里人也都没有说这些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上初中嘛 所以自己不这么懂 因为当时那时候我感觉 他考上那个学校吧 我认为他是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嘛 所以我感觉可能拿上钱 就可以直接去上 然后后来他没有去上 我也就没有太在意 还感觉出去打工呢 到大城市那边去 可能还挺好的 就你认为哥哥考上大学 这事儿好像没有多么可贵 反正也就是一个艺术院校 反正花钱也能读 你是这样认为 对 当时就是这样认为 嗓子好 有天赋 对 唱几句我听听 唱一首延文伟老师的母亲 行吗 好 赞得唱吧 唱一首延文伟老师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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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没用麦呢 还是用的是头麦呢 而且还没有经过专利训练的 是吧 一直喜欢 对 如果当初没有辍学 顺利地考上音乐学院的话 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民族歌手 所以遗憾吗 多少还是有点遗憾 其实内心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是有点的 如果没有不甘心的话 你不可能今时今日唱歌 还能唱成这样 你可能平时也练 对 一直坚持 你在广东干什么工作呢 最初 最初我去广东 就是做电路板 也是流水线 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时候我是03年去 一个月就500多块钱 我记得是 第一个月发了是530块钱 寄多少钱回家 我第一个月寄了500块钱回家 30块钱怎么过 30块钱我记得当时 还没有花完那一个月 因为当时在厂里上班 也都住在厂里 吃在厂里 因为广东的吃饭时间 就是下午5点钟 吃完饭还要再去 加三个小时班 加完半之后 可能晚上8点钟才下班 下完半就感觉肚子非常饿 也不舍得去买点好吃的 早餐店 早上卖下的剩馒头 到晚上它会便宜点卖 我就一次性去买四个五个 能吃个三天 一块钱就买四个五个 然后可能早上卖的话 一块钱只能买了两个 那几年我好像只买过一双鞋子 那四五年吧 穿的衣服也是那时候 从家里出去打工的时候 一直没怎么换 那时候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他那时候 我上初中的时候出去 那时候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回来 就是他走的时候 拿着的一件外套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还带着那件外套回来 也问过我 我哥为什么衣服都不舍得买 还是怎么的 就是我认为他在那边 可能还生活得挺好的 那时候 因为在南方打工 每个月还能往家里寄一部分钱 你觉得广东 那是个繁华的大都市 你还挺向往 你还觉得各个辍学去打工是对的 那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流水线上的工人 再往上走就应该是组长了 对对对 组长在上面就应该是车间主任 对 车间主任在上面就是主管 你没有一直往上升迁吗 当时是有一个机会 升迁的机会 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以后 也学到了一定的技术 上面主任就说 让我去做一个组长 就是管一部分人 但是做了组长之后 可能工资就没有一线工人那么高 因为广东的工资很多是寄贱的 所以你多加班加点 你的工资可能就拿到四千多 那个时候 但是你如果说做了组长之后 你是可以学到很多管理经验 但是你的工资可能只有三千块 那时候就是主任找我 我也就给他讲 我说晚两年再说吧 我说这两年 家里还是需要一部分钱 就加上他那时候上高中 我第一上高中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在这边工资还是可以的 我说你专心地读书 不要担心家里 你在那儿只要工作到 这个三四年的时候 他就应该上大学了 对 他考到哪儿了 青岛科技大学 2009年 他考了大学的消息告诉我以后 我就找主任请假 还专门回家 反正特别的高兴 除了高兴之外 还有别的感受吗 就是感觉这些年我的付出 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但是你要意味着 他考上了大学 那你负担会更重 你还要付他的大学学费 那可比高中的学费还要贵 你没有这样的感受吗 有是有 但是那时候 我想着我应该有这个能力 来供他读大学 你读大学的时候学费多少 我那时候一年是3960 生活费呢 大概一个月多少 就是我哥哥每个月 会给我寄个500块钱左右 学费也是他供的吗 对 前两年的学费是哥哥在供的 然后我自己也会做一部分兼职 拿着哥哥的钱读书是什么感觉 第一种没什么感觉 因为很多人可能习惯了 哥哥嘛 长兄如父嘛 他应该承担的 第二种是有愧疚感 觉得只比我大五岁 他也不容易 还有第三种觉得 这是应该的 他在广东肯定能挣钱 将来我回报他就可以了 反正都是兄弟嘛 这三种你是哪种 其实我是后两种这种感觉 有愧疚也有觉得理所当然 对对对 两种还是都有 你那个时候你在你的想象当中 哥哥在广东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感觉他在那边生活可能还是挺好的 因为你像他那一次回来 虽然是他就拿着一件 他原来的外套回来的 但是他每个月也是往家里寄一部分钱 既然他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或者寄500 可能他在那边生活 可能还能留下个1000或者500或者是更多 所以当时是那种想法 你事实上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吗 他读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好一点 也没有好很多 基本上把钱也是往家里寄 那会儿你已经二十几了 我已经24了吧 谈恋爱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谈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去谈 因为他还要给他寄生活费 还有学费 然后还要帮助他家里 你在大学谈恋爱了没有 我在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 大几谈呢 大三吧 所以这么一对比 今时今日 你想想 这种都是兄弟 你的生活相对幸福一些吧 对 其实我也是我今天要来的这个目的 所以也感觉对哥哥 先别说感谢 父亲是哪一年走的 父亲是一二年 那父亲走了之后 那家里主要的生活来源就靠哥哥了 对 因为你母亲也做不了什么活嘛 对 父亲是什么病走的 是中流 那应该花了不少医药费吧 就是从一零年到一二年 前前后后应该是一共花了有十几万吧 这都是谁承担呢 因为家里那时候书啊什么的可能也都卖了一部分钱 在一个亲戚朋友那边也都借了一部分 也给凑了一部分 大部分还是哥哥那时候给拿出来了 你也攒不下钱 你哪有那么多钱呢 对 我当时也是动品气臭吧 借的 借同事 同事啊 朋友啊 也是借了 几万块钱 然后医生当时也说了 父亲的病 因为是恶性肿瘤嘛 也没什么希望 但是我们 我感觉还是不甘心 所以还是东品西奏 去给父亲看了两年 结婚了吗 结婚了 哪一年结的 07年结的婚 父亲组织结的婚 你是多少年结的婚 我是15年 你是大学毕业后 大学毕业后两年 基本一年都两年嘛 你结婚是哥哥操办的吗 对 因为我结婚那时候 也是刚毕业一两年嘛 所以手头上 也没有什么积蓄 那时候 就我对象那边嘛 他们也说是要 那个八万八的彩礼嘛 八万八的彩礼 对对对 谁出的 我哥哥就是 给我拿过来五万 然后他当时就说 他说这当给你们随礼了 这件事情嘛 后来我也我也听说 好像这些钱 也是他东品西奏出来的 你老婆有意见吗 当时因为这个彩礼 我老婆确实 还是有点意见 因为我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他们女方是没有一分钱彩礼 然后呢也是简简单单操办了一下 现在呢就是我弟结婚 这边要八万八的彩礼 他刚刚毕业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把我当时有一点积蓄拿出来 然后又借了一点 就给了我弟 因为这个事呢 我老婆心里也非常不舒服 你给他商量了没有 给我弟之前商量了 商量了但是刚开始是不同意 后来我就给我老婆讲 因为就剩这一个弟了 然后父亲也不在了 我们要来承担他这个责任 就是给我老婆也做了很多工作 后来还是同意拿给他了 你知道你嫂子不开心吗 这是我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因为18年呢 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然后给我说了很多事情 我知道这件事 你结婚以后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在山东东营 他呢 广东东山 你们不在一块 过年会再回家吗 这几年很少回家 你很少回家 对 你呢 我也很少回家 那你妈怎么办 我妈刚开始就是 就是我父亲过世之后嘛 然后一直跟着我生活 在广东生活 后来他我弟他有了小孩 就过来就说帮他照顾两个月 刚刚刚出生 等于你妈一直跟着你过 所以你有了孩子也就帮你带 对对对 然后他生了孩子以后 也帮他带 对 去他 去东营 东营 对 你老婆有一件 当时说我妈去东营 因为刚出生嘛 小孩不好带嘛 给他们带两个月 带两个月之后 就还要回广东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过去了之后 他这边也不叫我妈回去了 一下子搞得我们也措手不及 因为我和我老婆上班了 都是12个小时 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你是儿子 对 你生的是 也是儿子 大孙子 二孙子 你们两个人的儿子相差多少岁 六七岁 那有什么好争的呀 你儿子都读书了 带下他的儿子 他那个老大是大六七岁 然后他小的那个 你还生了个老二是吧 对 你是儿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大的女儿 小的儿子 为什么不让你妈回去了呢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两个孩子嘛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妈可能照顾了一两个月 然后就去我哥那里回去了 然后生第二个的时候 就本来也说的 让他帮忙照顾一段时间 然后再让他回去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我 就是我丈母娘出了一个车祸 再加上我呢 长期是一个月 可能有二十多天在外面出差 我老婆他也是做销售的后勤 怕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说就让我妈 留在这里帮忙带一下 你挣多少钱一个月 大概七千左右吧 他呢 你老婆呢 他可能是在三千到四千左右吧 也就加起来一万了 对对对 那你就请一个保姆了 妈妈一直是跟着大哥住的呀 大哥对你这么好啊 你怎么能给他添乱呢 当时没考虑这么多 我问你这主意是你的 还是你老婆的 主意是我的 是你的 对 大嫂不高兴了吧 对 是吧 当时就是措手不及嘛 你们去东营过过年没有 本来说去年他不搬了新家吗 我妈打电话给我 叫我们去家去东营过年 然后也说好了准备去 然后也说好了准备去 零过年刚刚放假 快放假了之后 然后我弟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们订好了没有 是几号来 我好跟你们订酒店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说大过年的给我订酒店 本来说一家人去东营过年 要在一起的 我说你房子住不下 我们住客厅 包括打地铺都可以 但是一家人都在一起是最好 我感觉帮我们当外人的一样 多大房子 我当时那是两个卧室的房子 那时候我也有两个孩子嘛 然后我妈也在那嘛 所以说我感觉让他们 大过年的住客厅 而且我哥他们去 可能还有小孩一块过去 住酒店没什么 住酒店挺好 现在都是家里来人住酒店 挺好的 所以在我们山东有个风俗 就是过年一定是要住在家里 但是住在家里我就感觉 帮我们当外人的一样 你们家四个 他们家四个老妈 九个人怎么住啊 两室两厅 当时我就找了个借口 我说厂里临时安排加班 我们就没有去东营过年 你老婆又不高兴了吧 对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你们是去年买的房是吧 我是16年买的房 你是哪年买的房 我是今年才刚刚买房 怎么你还买房玩这呢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在 广东那边 因为房价也得比较贵 就是想着在那里打几年工 上几年班 然后回家建一个 或者在老家买一套 那现在买不更贵吗 现在买就是看着越来越贵 孩子也越来越大 住一间房也住不下 所以说我今年上半年就首付了一个八十房的 八十房 你的房子多的 我的房子是九十 花了多少钱 当时是花了五十五万多 全款 不是 首付 他出的钱没有 我当时找他算是借了三万多块钱 你还了没有 当时没考虑到还 你现在还了没有 现在因为他买房子的时候 他当时也给我打电话了他要买房子 但是他没有说他缺钱这个事情 你就还了没有 我就问你 后来我嫂子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了很多 你还了没有 还了 你还了 三万块钱还了 你得罪你大嫂得罪的厉害了 我告诉你 对就是因为 你大嫂跟你怎么说的打电话 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就说 你哥从小就照顾你 包括你上大学 他来扶持你 然后你生活费他给你 然后你大学毕业之后 结婚生孩子什么的 你哥都给你照顾 你看你哥要这么多年了 也没买个房子 要买个房子 你一点力都不出 你什么也都不说 其实我当时 我是真不知道 我哥哥打电话 他当时说 我要买房子了 在他们工厂附近 我感觉挺好的 因为当时我妈在我家 外给我妈说 不是 你傻呀 人家要不然干嘛 要跟你打电话 说我要买房子 其实我感觉 一直他们在南方生活 挺好的 你老实跟我说 你有没有心头虑过 一丝丝的想法 哥是不是缺钱 你有没有掠过 说实话 有没有 真没有 他也真是心够大的 他说真没有 所以说 我感觉挺 经历还挺愧疚的 那即便是说 他买房不缺钱 他乔钱之喜 你得表示一下吧 就正常的吧 好像没有 你老婆也没想 对 他不知道他们买房子吗 所以你说 你们夫妻俩 就是一直以来 受别人帮助帮惯了 可能就是 一直以来就大哥帮我 大哥强 这么多年 见面次数也比较少 两家人在一起的机会 也比较少 你说见面少 这么些年来见面多少次吗 应该是六到七次 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六七次 多少年 十五年 加上这一次应该是七次 为什么 因为刚出去打工那几年 也是想多挣点钱 然后在广东工厂 到过年之后 那几天的工资会特别的高 然后会翻三倍 在你父亲去世 你母亲去广东之前 一共多少年 离你出去 我母亲来我那里是13年来的 你多少年走的 我03年走的 去到广东 十年 你回家多少次 十年 我回家的次数也就三次 第一次是因为什么回去 是因为我弟考上大学 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我父亲查出来 得了这个 回家探病 对 回家探病 第三次呢 第三次就是父亲病重 要奔丧 第三次 所以其实那九年 那十年 你对哥哥也只有说 金钱上的次数 对 也好像不是特别熟络了 对 就是对他在广东的生活什么的 打电话吗 我那时候上学也没有电话 他打给你吗 因为那时候 有坐机嘛 学校 他就会偶尔给我打电话 你这打电话的亲热吗 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感觉挺嫩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 慢慢也就习惯了嘛 那大哥打钱来的时候 有兴奋感吗 他钱不是直接打给我吗 我上高中的 打到家里去 你有直接向大哥要钱的时候吗 上大学的时候就 那你直接打电话 给他要钱的时候 你兴奋吗 比较小心翼翼的吧 小心翼翼的 他直接打到你的卡里 对 父亲走了之后 到现在 你们见过几次面 就他在东营 你在广东 应该是三次面 第一次是因为什么 他结婚嘛 你去观礼 对 随了份子没有 当时给了他五万块钱 就那五万块钱 就那五万块钱 就第一次 第二次呢 他是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去了 给了多少钱 当时给了他儿子 好像是一万块钱 红包 你生孩子他给了你钱吗 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作 老二嘛 老二应该是给了一点 给了多少 给了一千块钱嘛 我印象 是吗 那时候才刚刚上班 好像 是吧 第三次呢 第三次就是 去年 他去北京出差 刚好我也去 我也在北京出差 就是两个人 也是匆匆见了一面 吃了一个饭 你现在挣多少钱 我现在一个月五千多 你没他挣得多 没有 他七千多 你们俩之间好生分 这么多年 你就见了六次面 两亲兄弟 为什么跑得这么不勤呢 因为一个是 距离比较远 再一个就是 毕业了之后 可能都有了家庭 至少电话打得勤呢 电话可能还是会联系 你们一个月 从几次电话 平常一个月 也很少有电话 但是偶尔会发一下微信 说啥呢 有时候就问问 我妈的身体之类的 其他的 所以你看你们这俩 出得多失败 所以可能就是 父亲去世之后 就是一直到现在 有了家庭之后 我们双方联系的 也越来越少 就是关系 也不像以前 那么亲密的感觉 你是个父亲 对 你看他有没有父亲的感觉 有 所以说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更应该 对于哥哥这些年来的付出 是有感同身受的 有吗 没有可能 你有的时候 会跟自己老婆 在睡觉的时候 聊一聊大哥 现在怎么样 妈妈在那边住着 他们一家人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帮他们 置办个什么电器 是吧 买个什么东西 你会这样聊吗 没有 其实我一直感觉 他在那边 还生活挺好的 因为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他给 然后随理随理 随理随了五万 然后他穿着 还挺体面回来 就怪你炫富 当时也不是说炫富吧 因为我父亲 我开玩笑 走得早 走得早 然后我们家是农村 刚好他找了媳妇 是东营那边市区的 我就代表我们南方去 反正我感觉那时候 看着比我新郎 可能穿得还好一些 还戴着一个金色的手表 大金表 你有大金表 那其实也不是个大金表 就是一个买的时候是 我记得是一百多块钱 也不是金的 就是一个 一层那种金色的那种表 你买那表干嘛 就是我当时想着 我就不能让弟弟在那边 好像过得不好 没面子 我就 所以你买了一块大金表 对 还定了 量身定做了一身西装 也是第一次定做西装 不过戴领带 可能也是第一次戴 我印象当中 你有没有在弟弟面前吹过牛 我跟他说 我在那边过得很好 不用担心 反正我也跟他说 工资很高 所以你看看 这年头是不是弄巧成拙 但其实说句实话 你只要动动脑子就知道 哥在那到现在都没买房 你想想看嘛 而且妈妈还住在他那 我问你 这些年来你给过他钱没有 没有 大嫂肯定会有意见吧 有时候也会唠叨两句 但是我也会慢慢给他解释 给他说 弟弟现在也是刚起步 我们就不要去在乎那么多 我媳妇也比较好说话 也是平时就说两句 掌兄如父 你感觉到到这个父子吗 其实当时就是父亲在的那时候 我也是哥哥对我也是特别好的 因为就是从小吧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大五岁嘛 小时候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多少就是好吃的或什么的 我觉得那时候爷爷奶奶给留的一些好吃的什么 基本上他都会主动的去给我留一部分 所以说现在我想想可能自己做的不够好 特别是哥哥以前对自己那么照顾 就是培养出来一个白狼还是什么 所以说我感觉挺心里还挺愧疚的 老师有这个妹妹向你借钱 或者你想向妹妹借钱的时候吗 来你先来点评一下 其实我们也不在一起 但是没像你们这么生分 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场逃亡 他们俩都特别像逃兵 不过我希望今天能成为一个开始 回家的开始 你们已经离家很久了 最远的跑到了广东中山 房价四万一平米 你在他乡还好吗 时期乳哥挺好吃 但不如咱山东的榜扎之王 有一部特别好的片子叫舌尖上的中国 很多华人在海外看得泪流满面 为什么一盘麻婆豆腐 能让所有四川人流泪 因为他拍的不是舌尖 也拍的不是中国 他拍的是乡愁 拍的是我们共同的家 共同的记忆 我也是后年考上大学 留在北京的人 我妈妈在深圳 我们比你们远 但我们会视频呢 打电话呀 其实今天有个特别时髦的说法 我过去特别坚信 今天我有点动摇 心里有才是真的有 不对 必须见面 见面是最珍贵的 我们需要有体温的相处 而不是这样很客气的 你们俩像兄弟吗 你们俩把一母同胞精神 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尤其你这当弟弟的 一次次伸手 合适吗 不合适 还好 还好你知道回适 小弟我劝你 这辈子如果你要想体体面面地 堂堂正正当个男人 得思考一个问题 怎么好好地当兄弟 你知道你们俩能一母同胞 那是多年修来的福分吗 大哥 岁数还不大 娘还在呀 再回来呀 我们都是浪子 我们或许不身怀绝技 但是我们都要总的浪子回头 今生有缘做兄弟 就好好做 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好吗 既然能回头特别可贵 我为你点赞 咱都是掏心窝子说的话 咱都是男人 所以我谢谢你们 到来的一个理由就是 希望你们认真地做一次兄弟 谢谢你们来了 我倒觉得你们俩不相差五岁 相差个十五岁 这也不像个哥哥 这特别像很多的孩子的爸爸 你看所有你上学 大哥给机会 你生活费大哥给 你工作 谈恋爱 结婚 彩礼 生孩子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弟弟 真的是拿哥哥当爸爸使 这个哥哥也是拿自己 去完成了一个家庭当中 父亲承担的一个角色的 一个主要的部分 所以才支持这个弟弟 到了二十八岁 还这么不懂事 我觉得人可以懂事晚 但一定得懂事 懂事之后还不能光嘴上懂事 还得感恩 你一次都没去过广东吧 对啊 你哥哥家住哪儿 买的啥房子 反过来也去更多地关心 关心他的生活 我想这样的话 你哥哥和嫂子 内心会感觉到非常地幸福 慢慢地我相信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我爸爸下面也有一个弟弟 跟你们俩特别像 我爸和我叔叔就是 你说他们不亲 亲 你说他们时常联系也不是 两人站在那儿 甚至我爸生病的时候 我老叔就站在床边就这么看着 就连搭把手都不会上去 就你说他难受 他也难受 他一个人躲在厕所抹眼泪 那是他唯一的 因为我爷爷奶奶都走 那是他唯一的大哥 世界上连着血脉的 就这一个哥哥了 但他不会表达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状态 我也理解 但是我想说就是 你们也有自己的孩子 也是两个孩子 你们作为父母 有一天也会离孩子远去 你们希望看到孩子这样的状态吗 就你希望一个人一直付出 一个人一直接受 我觉得肯定不希望 所以当你们想要去 不知道怎么去接近对方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 表达这份爱的时候 就想想自己的孩子 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教育孩子以后 怎么样去对自己的弟弟 或者妹妹 你们就这么去做就好了 然后最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 虽然是亲人 但更需要感恩之心 更需要形式主义 因为我们只有用这种 真真实实地表现在外面 这种形式主义 才能表达出我们内心 那份深沉的爱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你来了 哥 今天来到这里 其实有很多话对你说 但是 可能有时候咱们共同的 确实比较少 然后 我 以前做的也 不够好 也希望就是 我们可以 多多联系 然后 更多的时候 可以两件人在一起 然后更多的了解 也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 一直对我的照顾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 我可以 更多的为你这个家 给咱们这个大家庭 可以做更多 谢谢 其实 我们父亲走的时候 走之前 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说他最放心不下的 还是你 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我想我今天可以 告诉父亲 我做到了 其实 做大哥的也是想 看到你好 我也就放心了 好 那么 就算不下了 flow 水 我 联系 野生 属性 水 水 水 拿礼物 大手笔啊 我看看什么型号 看看什么型号 75 多少钱 买的时候大概是一万块钱 买的时候就是旧的 买了两个月了 就准备送的是吧 这个弟妹知不知道 知道这个还知道 知道真的知道 真知道 那这弟妹还可以 喜欢摄影吗 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是真的啊 这个可以拿出去悬崖不像金表 其实买的时候 我妈也就说家里也没有一张大家庭的全家符 然后后来编导正好也找我们要我们两个人的合影 然后我也找了很多地方 这么多年也没有真正关系过你和哥哥你们这个家庭 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你和哥哥你们之间的感受 可能也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或者造成了你们整个家庭的不愉快 所以 你和小微你们两个恩恩爱爱 就是我做大哥的最大的心愿 看到你们幸福 我也很开心 好啊 从今天开始是个节点啊 还好彼此年纪都还不大 同时又有了孩子 共同语言会很多的 多走往走往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 哥 以前做的也不够好 也非常感谢你一直对我的照顾 希望以后我可以给咱们这个大家庭做更多 谢谢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直高药业特别赞助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直高药业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做兄弟啊有一句话叫 有今生没来世 你未必下辈子能碰得上的 所以说恰恰是因为父亲的逝去 其实不仅仅是长兄如父 而且长嫂如母啊 所以说在有限的年华里面 彼此如果不多关爱一点 错失了这珍惜的时刻 将来再怎么样也挽回不了的 希望他们能够携手共赏未来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 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让诉说 依然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描述你的故事 说出你内心的真心话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本栏目由助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笔直高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直高 盘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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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育